这场比赛的内线 更多的要指着张又鹏 打一个第一起 后面究竟会用什么样的人手 而一身白装的是时代中国广州 他们正在持球进攻 来看看他们这次突破 好球 广州的转移球速度还是很快的 但这个结果当中突击的 这个一号位球员不多 哦 漂亮 哦 防守强度包括他们的轮转协防 到位 这边给秋天漂亮 秋天会无求跑动的话 那就好办 相当好的这个基础的天然结构 遵命的机会 哎呀 又被扔扰穿啊 今天广州真的是上了一个 非常年轻的这种古月卓 再加上这个李延哲 双塔 就那些两个 绝对高度 双塔这个身高绝对不低 绝对高度 因为这个 方硕的超远距离三分 没人下到篮筐附近快攻 也没人站三分线 哎呦 漂亮 没办法 这就是速度 你高都没用 蒋敏如 四分调整 还是看孙明杨的外围 打板的三分 这有点懵的意思 他选择的躲闪 看这一下呢 是好球 哦 陈英俊的登场啊 非常关键 我们说这看到赵战婷了 打不开的情况下 只能看陈英俊硬扛打 这个没有出机会 来了 刚说反击来了 再给姚天一 看看能不能够打出机会 还是出了一些机会 这个投篮难度很大 来 姚天一 时间不多了 怎么打 哦 好球 太难了 优渡他不失晃啊 哎 这步完了以后就不管了吗 而且广州队好像 关于马克斯康克的特写 哎呦 这球差一点 好球 林正豪很冷静 这球本来是要失误的 对方已经是第三阵容了 北队还是外援阵容 这场比赛的胜利呢 使得北队呢 赢取了八连胜 也让他们昂首阔阔